模糊 我還很重耶 大家好 我是千鳥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我們新一季的MX5 Cup 機散宰 總有小型起跑了 種種起跑的速度好像很快喔 一口氣就要衝到第一 會發生碰撞呢? 喔!安全的突破第一個彎 我們來往後看一點 趕衛起跑的泥窩還跟在種種的後面 好像漸漸的被拉開了 第三名也攻了上來 那一線被戰隊碰撞 誰?跟誰撞了? 啊!趕衛起跑就我還是掉到 幾乎掉到最後面了 掉到第10 欸?第11咧? 第11沒有看到 看一下剛剛到底發生什麼事啊 撞到泥窩的是聖修 這個長長的幼彎 聖修的速度比較快 而且站著內線 並行了 兩車並行了 聖修先下車 泥窩整個道很前面 然後聖修才撞上去 哎呀 這樣破分啊 可憐的泥窩喔 聖修自己也掉到了第6名 回到第3名的位置 現在是洞洞 前面的這一整串 這邊是要 2到2 3 4 5 2到5是串成一條的 第4名從內線 這個是雞群 哎呀!通撞 撞到小鹿尾巴 撞得大家都一起旋轉 大車禍大車禍 好嚴重 好嚴重 我們從這群這邊看看 煞車進攻 結果 煞不出去碰到小鹿啦 還在被撞 再被撞 這關因為不小心開房的時候沒有開到車手 不然這個陰地很嚴重 後面閃過的這個是聖修 閃的時候又不小心碰到洞洞 所以外車是蟹老闆 還算安全的 所以還被擋了一下 這是翔哥的視角 更後面了 我跟翔哥驚險的擋過 翔哥趁這個黃旗的時候操了車 這應該是我們比賽到現在最大的一次車禍了吧 千年最多車的 結果全部中獎 我來到第五名 快點 稍微有一點滑出去 後面的泥沫要立馬抓住這個 機會 歪歪停在路上 歪歪停在路上 剛剛那是怎麼回事 歪歪停在路上 太扯了 我想要 騎跑線這邊居然卡了一台車 哇 前面發生三包拍的碰撞 好 報復報復 全部都出去 看一下 剛剛 就是 螢幕這邊 沒有預料 今天路上真的是 不會想到要閃 進行攻擊內側 切這麼裡面 碰撞了 碰撞 後面再撞一下 螢幕滑到右邊 左邊應該滑了一台 掉到 第七 還被發了十秒 新鮮來潮就把這個十秒 貼在螢幕的車上 等一下不知道螢幕會再拿來減速 所以 AC的規定 如果 一拳內沒有 消掉這個反秒的話 就 會 直接被 判出局 五花點出了嗎 只要他減速就可以進攻啦 好 減速了 超車成功 來到前面 動動從內線攻擊我 兩車清懷風撞 位置再度換回來 咬得非常緊 再一次從內線 沒有 沒成功 到直線 進階被拋開 來到第二圈 七老闆的視角 在 整個 極彎 追上了聖修 毫無 漂亮 神修少人外偏出去 小班取得內線 內線車速比萬運慢 有沒有 超車成功 如果終點前這個大直線呢 出彎 夏老闆應該是很快的 中間擋那個一台車真的是 脫掉車在搞什麼 還不能把它拖走 夏老闆內線超車 非常漂亮 一巴成功 翻身球追擊了 這個時候這個也太拚了吧 差這麼一大段距離拚內線 撞到夏老闆自己旋轉 這下可要扣分嗎 而且後面還來了一台 快 翔哥 怎麼跟趁秋並行轉這盒彎 外面都很滑的 還好沒有出事 這邊的洛言石滑滑的 趁秋守住內線 再一次在這個彎路線外偏 再一次在這個彎路線外偏 會不會被追上呢 哇 翔哥自己滑出去吃到一點沙 小心喔 距離賽車沒拉遠 進入第四圈了 總總總現在還是第一耶 我要聖修自己打滑 換到後面 我的視角 超過打滑要聖修 追著翔哥 啊 雖然說要逛起我內線 這時候要右切應該來不及了 進攻成功 太慢下車 還好沒有衝出去 還好沒有衝出去 但是 內線大概再一次被 超車 落到第六名 聖修打滑 聖修打滑 差一點失控 明明常常穩住了 但是 欸 轉過來 聖修直接的往 隔壁的我轉過來 兩台車囉 失控 好 聖修要視角看一下 被動動操車 操得超近耶 哇 旁邊 差一個全倒 差一個就全倒滿分了 好可惜啊 欸 什麼跟什麼 這是 第六名的泥墨 穿越了剛剛那場車後 追上地區 比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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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到慢车 鸭湖 好了 非常近 会不会碰撞 好 没有发生任何问题 鸭湖很可惜 只有参加这么一场 之后就不来了 鸭湖被让开的距离现在又再一次 缩紧 已经五圈了 几乎是连去的无穿带事件 MX5真的是很刺激啊 MX5 这次的MX5卡是 是实际上蛮强力推荐的 MX5卡是需要DLC 还特别的赞助DLC 让我可以办比赛 感谢他 赞助D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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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都沒有切到內線 我剛開始跑的時候好像也是這樣 我跟聖修 我跟聖修怎麼了嗎 聖修稍微出去一點 哎呀 原來是又被聖修撞啊 聖修煩了一張 回到尼摩恩繼續的纏動 剛剛是不是在其他車 比如說GT3的話 應該已經過去了 正是因為MX45 馬力小喔 比較慢 誰 鬥這麼久 第七圈喔 脫掉車終於把歪歪脫走了 從第一圈脫到第七圈 太沒效率了 開除 賽事總監覺得這個要開除 喔 電線超這時候 爆撞 泥沫滑了 哎呀 又被罰10秒 好慘喔 這個 是 從季群這邊看看 這個應該算是 你忘了錯啊 不過季群沒有失控也沒有受準 不靠分處理 太慢攻進去了 這是第二名 這次第二名 追上第一名的種種 咬住了喔 咬住囉 大直線 還稍微吃到一點沙 這夜外的還是很快 沒有進攻 成功 大直線 最後這種玩 不知道為什麼 怎麼轉的都輸 他們一疊 好 好 平行喔 應該順利過去了 出彎的 超車都 非常的 安全的感覺 那第七圈 我 追上 聖修 會不會再一次撞到 喔 我就可以走 不要再台車 這一場呢聖修 他的抽號是87號 這個 他就會一直 覺得是在這海的 87號車 我之後還是都有放87號車 看誰抽到 我剛剛的失誤讓我順利的超過去 但是我們的速度應該是差不多的 船是超過去了 但是我們的速度應該是差不多的 我自己也沒有完全的碰到那一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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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 tim准還蠻困難的 要貼到邊 但又不可以加到讓自己大砲 好 火花了一下 下距離要拉近囉 哇 我吃到草 好方便看起来真是危险 这麽是洗澡板 跟失控了要胡碰到一起 被炯炯超过了 丢失了第一名 有点可惜 不到胜丘 从外侧 下车点比较早 没超车成功 紧紧咬住了 扒着内线不放 前面有一台车从事逛边远回来 是小鹿 我们各提升一名 努力死守内线 上球在外侧 比较慢下车 可是没有办法关进来 旁边我都不太敢压 好滑 走内线的我出还比较慢 那这个直线是不是会不会超过呢 两车并排 倒下车点了 内线还是守着 好精简 好精简 所以就带去想说外面进锅 不然让他那么轻易 对不对 对不对 我没有转进来 就完了完了完了 大直线 差好多 完全被超过 从内线攻过来吗 进攻成功 善修跑到赛道外面 被发秒 退出了再查 残草 从大直线再看一遍 对不对 哇 这么差距离 我也真冒险欸我 还好 善修没有狠狠心的牵进来 不然我就要被扣分了 嗯 就唱歌了 你走一下